有時候是真的蠻想放棄 可是有時候到練團室跟他們練團練 你會覺得好像又突然會從音樂裡面得到勇氣 音樂好像就是沒有離開過我身邊吧 聽到什麼音樂你就覺得很開心 我覺得這個還是可以就是最原本的初衷 我願意為了他做一切努力去讓他可以伴隨著我到老 閃連的音樂裡面的話還有更複雜的在地的一些歷史 或是我們想要表達的一些理念在這個故事裡面 那這個故事要把它鋪成每一首不一樣的歌曲 那需要比較複雜的不管是編曲 或是在故事腳本的這個編排上面 所以我們應該是帶了一些東方位跟傳統在地台灣文化 跟歷史精神的重金屬音樂 用重金屬的方式來表達我們的比較強烈的這些情緒 因為我們的故事一直講的東西都是跟台灣 或是這樣整個東亞的歷史有相關的東西 所以其實對台灣的一些年輕人來講是蠻有共鳴的 有些年輕人是因為喜歡這樣子歐美的曲風而喜歡閃靈 但有另外一派是喜歡閃靈 背後的這個歌詞所講述的故事而喜歡閃靈 他倒不一定那麼喜歡閃靈的音樂 喜歡閃靈的人其實有些不太聽重金屬音樂 甚至連搖滾樂都不太聽 他就是只喜歡閃靈 這是一個很怪的現象 後來才慢慢的了解說他們其實是喜歡我們的態度 我們講的故事 我們想要宣揚的精神 各自有了小孩 其實生活的變化跟節奏都出了很大的不一樣的狀況 常常會回想說以前那樣子玩團的狀況好像不太可能 在像完完全全跟以前一樣那樣子玩團的一個狀況 所以其實大概團內大概也有初步來講也是有這樣的共識 就是說我們現在可能主要是以創作音樂為主 那表演或是巡迴的的話 其實大家內心都是非常渴望可以再像以前那樣子巡迴表演 但現在的話可能就是要不要看那個時間點跟機會 接下來可能那在明年的時候可能會想要安排幾場國外的一個表演 那接著可能再想想看是不是再創作下一張專輯 當然就是表演的時候會用到 然後因為以前我們也都是聽那個Monitor 那但是後來又用了這個耳朵的監聽以後 就會覺得真的差蠻多的 因為其實在台上真的很怕對不到 像Bass啊就是常常就是要對鼓的點 不是很怕會聽到鼓 然後你那個點跑掉的話其實會蠻糗的 就是比如說你甩頭的那個拍子跟人家不一樣的時候 那其實蠻糗的 後來用了以後大家配合 穩定性變很高 那失誤率變很低 表演完以後大家就是那種安心感 或者覺得滿足感也蠻強大的 對我來講我覺得耳機最重要的就是要清晰 那剛好這一支那特點就是非常清晰 對那就是每一個細節我覺得都很清楚 因為我本身是鼓手 所以我會需要聽到的這個鼓的部分 都要各個部位都很清楚 然後再來就是他帶酒不會提搖 我覺得這也蠻重要的 因為音樂工作者的話其實裡面的舒適度真的蠻重要的 我覺得他聲音很飽滿 然後低頻重低音低頻的地方就是 很明顯喔 對我來調整的時候再用這個再帶一次再聽一次 然後他可以聽到滿多細節的 在使用上面你的頻率加多少其實都不會互相的抵觸 也不會有那種聲音某種樂器太大的時候去壓掉 另外一個你已經本來調好的音頻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講是非常非常好用的東西 而且非常安全 耳朵也不會痛 所以開始用監聽以後我的安全感就是變得很很強大 對這是對我來講很舒服的一支 也不會再做一次 在任何地方做到過的 我的身份 最神的一支 你會先回到幾天 在那邊 你是我這支 我們這支 不這支 我這支 我這支